你要把自己的名额给杨阳 是的 不会 因为结婚的事情 全都是秦秦一个人在操办 我觉得我也应该 立马有一个丈夫的担当 去面对秦秦 和他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 家人跟秦秦的关联 然后又看到秦秦的VCR 做菜的时候 又是做着他最爱吃的一道菜 那种心情 各种沉淀的思绪 全部就涌上心头了 一边吵一边就在想 我应该快点回到他的身边 帮他一起去分担这些东西 在一起才是一个家 我觉得杨阳 其实可以再往后面 再更走一下 然后可以学习到更多 他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其实挺可惜的 但是我能理解他这份心 这个就是他一生的一个大事 应该是尊重 而且他这样的人生态度 也是挺坦然 我从心里面 我是支持他这么去做 我知道周宇萧做的东西 做一种相对创新的烹饪 他这个路要比一般的厨师 走得要艰难得多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希望他可以坚持自己 做自己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特别好 我们讨论的是美食与情感 那有时候我们如果说 单纯地去讨论魏蕾的感觉 或者是吃这顿饭的感受 它就是当下这一刻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吃一道菜 它会久久地留在我们的回忆里面 是因为它牵动了 我们的某一种心绪 牵动了我们的某一种情绪 然后让我们的感情注入其间 所以我也是非常理解 宇萧的决定 也许他在做那盘辣子鸡的 一个小时当中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飞回未婚区的身边 所以我们尊重宇萧的决定 虽然说这一次 在这里暂且休息 没有拿到奖杯 但我以后可能 会拿一颗米其林星星给他 也不错 我们期待着再更高的 厨艺的巅峰再相会 好吗 宇萧 好的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张景萱 变洋洋成为我们海天 谁是顶出的全国六强 恭喜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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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景萱